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哥今天话题就是讲杰子 杰子是在我们煲露火汤里面 很主要的材料之一 我们广东人特别喜欢喝汤 所以真的很多人都会知道杰子的食材 不过它原来有很多很多医疗价值 我曾经介绍很多相关杰子的食物 但是并没有讲到它的医疗价值 所以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介绍一下 先讲这个杰子 它是圣平、微甘、归肝、神两经 它的功效多数都是滋补你的肝臣 益精明目有这些功效 多数是治疗肝臣的阴虚 所导致你的腰膝酸软、眼蒙、眼花 眼睛很干贱或者容易流眼泪 口又干、颈壳又有遗症 而临床上多数用在糖尿病 高血脂症、脂肪干、高血压 容易脱发、很疲倦 男女更年期终合症 最好的就是癌症化疗后 血细胞降低 这些人服用最适宜 根据现代的医学研究 最后认为杞子有丰富的九几多糖 脂肪、蛋白质、油尼基酸、牛黄酸、甜菜鲸 维他命B1、B2、C、E 特别是有类胡萝卜素 含量很高 现在用西医的角度介绍一下 它的药理的作用 第一点就是降血糖 主要用在糖尿病方面 因为实验证明 杞子能明显降低糖尿病的血糖 它是升高血清胰岛素的水准 可以修复受损伤的胰岛素细胞 和触进胰岛素β细胞的再生 第二就是降血脂 多数用在高血脂症、脂肪肝方面 因为动物的实验证明了 杞子多糖能显降低血清的 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的含量 第三点就是降血压 在这里当然是帮助我们降低血压 原来不止这样 还可以防止高血压的形成 第四就是保护我们的肝脏 主要用在脂肪肝硬化 因为杞子对大剂量饮酒造成的肝损伤 有保护作用 可以触进蛋白质的合成和解毒 可以恢复肝细胞功能 和触进肝细胞的再生 第五方面就是消除疲劳 主要用在疲劳综合症方面 杞子多糖能够通过增加能量物质的储备 为身体可以提供更多能量 去达到抗疲劳的目的 第六方面就是抗肿瘤 主要是应用于预防和治疗 多种肿瘤和癌症 杞子有明显抗有变的作用 不让它容易变化 可以预防减少细胞的癌变 又可以保证人类的生殖细胞 以及胚胎细胞的正常生长 在这个情形之下 就可以减少遗传病和畸形的发生 第七点可以延缓衰老 主要是用于早衰综合症方面 因为杞子多糖能够抑制脂质过氧化的反应 就可以延缓衰老 第八就是健脑方面 主要用于中风、脑的退化症 缺氧缺血性的脑损伤这方面 因为杞子可以减轻脑水肿 改善大脑功能的状态 第九就是抑制细菌 主要用于多种细菌感染性的疾病方面 例如感染性的皮肤疾病 因为研究发现杞子浸出来的液汁 第十对十七种这个细菌 都有比较强的抑制作用 第十就是对抗原 主要用于原种毒 研究发现杞子水箭剂 对抗这方面很有效 第十一就是保护我们的生殖系统 主要用于男女更然其中合症 不育症 研究就证明这个杞子多糖 通过触进性腺激素的作用 就是触进垂体分泌性腺激素 对男女生殖细胞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第十二就是影响这个造血系统 主要用于白细胞减小症方面 因为研究表明这个杞子可以触进造血功能的恢复 所以临床上可以考虑和化疗药物一齐用 预防和缓解白细胞减小症 第十三最后这点就是保护我们的眼睛 杞子有大量的胡萝卜素 进入人体可以在酶作用下 转化成维生素A 维生素A向来被称为保护眼睛 防止视力衰退的特效维生素 所以有十三这么多的医疗作用 但是我们要注意 杞子虽然性平有很好的滋补和治疗效果 但是如果过量食用会有着火斜的 所以有高血压 性情太过急躁的人 或者你平时吃很多肉 令到你的面都很红 还有感冒发烧 身体有炎症的人都不适宜食用 同时如果你是脾虚窄射的人 都不适宜食那么多 如果你能够把握到所有这些情况 那你适量的食用杞子 对你一定是有帮助的 多谢你们收听